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 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使命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随后秦王嬴政不时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 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政权 由此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 那就是皇帝 皇帝制度和皇帝意识一确立 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那么皇帝制度是怎么确立的 它的确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 秦始皇之 集权皇帝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他统一六国的历史使命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但与此同时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嬴政的面前 那就是他的称谓问题 在秦朝以前 周天子都称王 昔日唯我都尊的名号 已经被许多人堂而皇之地采用了 秦王嬴政面对着自己大一统的江山 他觉得王的称号 已经无法彰显自己的威严了 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称谓 于是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 那就是皇帝 那么皇帝一词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嬴政为什么独独钟情于这两个字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祥谈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集权皇帝 公元前221年的一天 秦王嬴政坐在他的都城咸阳的大殿上 这一天他奉外高兴 因为刚刚节到他派往齐国的使者 给他带回来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齐王田建 愿意去做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军 然后举国投降 这个消息对嬴政来说太好了 第一 齐国的不战而降 大大缩短了他扫平六国的时间 第二 他对齐王田建的愚蠢感到可笑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军的事 而大殿上的大臣们 听到初始齐国使者的汇报以后 都在高呼万岁 就在这个时候 嬴政向当朝的大臣们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如今天下大定 我也不能再叫秦王了 我该叫个什么 请大家商量一下 如果再叫秦王 就不足以显示我们大秦国的胜利 也不足以名垂青史 嬴政这番话说完以后 大殿上鸦雀无声 然后大臣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了 手下的大臣 包括最重要的丞相 御史大夫 还有廷尉 这就廷尉是李斯了 在一块商量以后 向嬴政报告 他说古代 最有名的莫过于三皇五帝 三皇就是所谓的天皇 地皇 太皇 这三皇中间 太皇是最尊贵的 五帝是皇帝 专须 帝窟 姚 顺 这个古代最尊贵的莫过于三皇五帝了 而三皇五帝 他们统治的地盘 比我们现在大秦要小得多 而且竹后们有时候来朝 有的也不来朝拜 所以大臣们一块商议 在三皇中间最尊贵的是太皇 所以建议秦王改称秦皇 所以建议秦王改称太皇 嬴政听完以后 就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 去太留皇 把太的去掉 把皇留下来 五帝的帝保留 和起来叫皇帝 这就是嬴政在扫平六国以后 他提出第一个问题 而且自己当机拍板做了个决断 这大臣们又说 他说今后你的所有的命令都叫做智书和诏书 而且你本人 这个本人自称啊 称镇 镇这个字啊 在中国古代 他是个第一人称代词 原来谁都可以用 现在就说 只有秦王 他才能够专用 这就是 中国皇帝之称的由来 皇帝的称号 就是在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 他定下来 叫大臣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定下来以后 嬴政又贴了第二个问题 他说过去啊 古代的君王死过以后 新继位的君王和大臣们 要根据先王的医生的表现 给他用一个字 概括一下 这一个字呢 叫适合 他说这个做法不好 这个做法呢是 后代的 继位的君王和大臣 议论前代的君王 这叫以下意上 他说从我这开始 以后废除施法 我叫始皇帝 我死以后 这就叫始皇帝了 下面呢 叫二世 三世 一直到万世 这嬴政在灭了六国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两个问题 第一 自称皇帝 第二 取消事法 这两件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都是大事情 因为从此以后 中国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 谁也没有再改变称呼 都叫皇帝 皇帝就由此而来 那么 嬴政的这种做法 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说 嬴政这种做法的本身 表明他的头脑 已经开始发热了 他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扫平六国统一天下 在他以前 三十五代秦国的国军 没有完成的事情 他不到十年 全部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觉得 他的秦王朝 可以传之万世 不可能再出现改朝换代了 而且 他不允许 这个后代的君王和大臣 给前代君王议定施法 实际上是取消了 也就是剥夺了 后世对他生前的任何批评 因为施法是一种批评 有的皇帝死了以后称武 我们讲过汉武帝 武帝 有的称文 叫文帝 这都是有讲究的 称文称武 都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才能称文称武的 还有的皇帝 没有活到 他应该活的年龄 被杀了 他可能被称为哀帝 哀 像这个文 武 哀 都是诗 都是诗号 但是秦皇把这统统剥夺了 就不允许死后对他的屈性都不允许 那么生前就更不允许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秦王嬴政在继承了国军的位置 完成天下统一后 为什么他立即做的事情就是自称皇帝 而且取消事法 为什么 这里边的原因 大体上来说 是三点 第一 正名 第二 神话 第三 圣话 我们分别加以证明 中国古代的文人 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帝王 都非常重视正名 因为这个先秦主子 非常重视正名 孔子就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必也正名呼 古人都认为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正名是一件大事情 秦皇统一天下以后 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这个所谓商议一个帝号 实际上从本质上讲 就是要定一个称呼 自己怎么称 这叫正名 这是第一件 第二点 神话 因为称皇帝的过程 也就是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过程 什么叫皇呢 据古书的记载 天人之总称 叫做皇 什么叫帝呢 帝则天号 帝是天之号 所以皇和帝 在中国古代 是两个最神圣的词 秦皇要把这两个最神圣的词 拼到一块作为自己的称呼 这明摆着是要神化自己 第三点 是圣化 秦皇是一个皇帝意识 非常强烈的一个帝王 他这个帝王意识非常强烈 所以他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至尊至圣 至大至上的位置上 所以他需要圣化自己 那么怎么个圣化呢 我们去两点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以龙自菊 我们中国这个龙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 而在先秦 龙是一种神物 龙也是民间老百姓 对皇帝的一个俗称 所以秦代的老百姓 称秦始皇叫祖龙 你不是始皇帝吗 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为祖龙 据秦始皇本记中间记载 秦始皇临子之前 民间流传的一句话 这句话叫 今年祖龙死 这个话就传到了秦始皇那里去了 这种话带有预言性质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称 就是一种预言 秦始皇听完以后 脸沉下来 好长时间没说话 他后来就做了个解释 他说祖龙者人之先也 祖龙是什么 祖龙不是指我 祖龙是指人类的先祖 他否认自己 就是祖龙 实际上 他这个龙的意识非常强 也就是帝王意识非常强 再一个 垄断心态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镇 镇本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镇 但是从秦始皇以后 只有皇帝才能称镇 这就是垄断的一个字 这垄断的一个字 实际上就是表现了秦始皇 唯我独尊的一种思想 因为帝王制度 实际上就是义人制度 所有的权力都控制在一个人的手里 所以他要垄断这个镇这个字 以上我们讲了三个方面 郑明 神话 圣话 但是这三个方面合起来 其实秦始皇 郑明号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加强控制 加强对统一的天下的控制 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他知道他现在掌握的不是一个秦国了 而是包含七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 你怎么能够把它掌握得住 它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便于控制整个的天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一名号 当然 秦始皇是夺了人家周天子的江山 建立了秦帝国 那么你夺了人家周朝 周朝分为西周给东周 东周又分为春秋给战国 秦始皇最后是把东周也给灭了 把周天子封的诸侯全灭了 等于是从周朝夺了一个江山 那么你这个夺合法不合法 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秦始皇要为自己的秦帝国 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这历代帝王 如果我们通读24世 你发现这个历代帝王 在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 都玩了四种把戏 我们概括起来 这四种把戏 第一叫扶衬 第二叫得运 第三叫传国喜 第四叫风扇 这个帝王他当了帝王以后 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合法的呢 他都是这四条 这四条要么全做 这四条要么做其中的几条 来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我们看秦始皇怎么做的 我们先说扶衬 扶是扶瑞 祥瑞 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前 他会出现一些祥瑞的事 秦始皇建秦帝国的时候 没有出现祥瑞 他后来怎么办 他找了一个根据 他说五百年前 五百年前 秦文公打猎 打到一条黑龙 这是个祥瑞 五百年前 这把他老祖宗搬出来 来证明他自己的合法 这是第一个 扶衬 他没有更多的了 他就举这个事 至至皇帝当了以后 都要想办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叫得运 得运这个词大家第一次听 很陌生 但是有八个字 大家在电视剧中间经常听 非常熟悉 就是我们看电视剧中间 一读皇帝的圣旨 前面八个字是什么 奉天承运 皇帝诏悦 这八个字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都非常熟悉 我现在就讲奉天承运 什么叫奉天 奉天是奉天命 承运是承得运 这个德运 就是过去我们光说奉天承运 没有掰开来讲 掰开来讲 是奉天命承德运 这个德运是怎么来的 这个德运是战国时期 形成的一种学说 因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 哲学思想是阴阳 后来又阴阳发展成五行 我们在中一系列讲过五行 金木水河土 古代的帝王 他们把每一个王朝 和金木水河土相配 在秦志皇这时候 是怎么配的 他说人家周朝是火运 周朝是火运 那么秦志皇就称 他这个王朝是什么 是水运 水可以克火 所以我是水运的王朝 而这个说法是齐国一个人 叫周炎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金木水河土是五种德 这王朝的更替 是一个德运王朝取代的 另一个王朝 这叫五行相克 这个五德忠史就是金木水河土 这代表着五行中间的 每一个行的王朝 它是互相取代的 周朝是火 秦朝是水 这个五行又和五色相配 红黄蓝白黑和五色相配 那么水配的是什么颜色呢 水配的颜色是黑 五行在和东西南北四方相配 东西南北中四方相配 那个水配的是什么呢 水配的是北 秦志皇就说他那个王朝 是水运王朝 他取代了火运的周朝 而这个水运呢 在方位是北 在四季是东季 还有和五色和颜色相配 它是黑色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五德忠史 所谓这个王朝的交替 就是代表不同德运的王朝 一个取代一个 这样来的 所以秦朝很明显 水运 北方 冬季 颜色 上黑 所以大家看过张一谋上演的英雄吗 你看那个英雄 那个秦皇的大殿上 秦皇穿的衣服 包括文武百官的衣服 还有大殿的颜色 主色调 什么色呢 黑色 当时你要不懂武德这个说 你就看个热闹 懂得了你就明白 它是有讲究的 而且 秦朝皇还规定 我这个水运王朝 水运是主 它的这个数字是主六 因为这个水是阴 火是阳 水是阴 火是阳 所以水运王朝 以六为集数 它这个六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两个卦 五行和八卦的相配 这个是前卦 这个是空卦 前卦的是阳 空卦的是阴 空卦呢 你看它分为这六排 最底下 这个是出六 二六 三六 四六 五六 上六 整个的阴 都是以六为代表 所以 水运王朝 宠上六 所以秦皇规定 官员的帽子 六寸高 一步 多长呢 一步是六尺 坐那个车 要六尺长 坐那个车 前面驾车的马 六匹马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是六六三十六 搞了一整套 这就是所谓的德运说 这套听起来的话呢 挺玄乎 挺玄乎的 秦始皇呢 他是用这种说法 来论证 他这个王朝 是个水运王朝 这一套理论呢 我们今天听起来 觉得怪怪的 这就能证明你合法了 但是当时的人都信这一套 所以当时一说 大家都知道 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 承认他 这是第二点 德运 第三点 传国喜 我们在秦朝之中经 曾经讲过 当时的秦朝相王 想拿十五座城 换赵国的一块什么东西 何时必 没有换成 后来秦把赵五给灭了 何时必就到手了 何时必到手以后 秦始皇中让李斯 写了八个字 把何时必 刻成一个传国的玉玺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不是用何时必刻的 用蓝天玉刻的 这八个字叫 寿命于天 寿永昌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说我这个地位 是老天给我的 叫寿命于天 寿永昌 就是永远可以传下去 这是传国喜 这传国喜很重要 刚才我们讲德运 总觉得德运不好琢磨 所以传国喜 它就不一样了 传国喜是一个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所以古人就认为 传国喜是德运的 一个物质化的表现 我当皇帝是合法的 为什么呢 我有传国喜 过去我们听过三国 大家知道三国是为传国喜的问题 孙坚得到以后 闹了很大的矛盾 每一个当皇帝人 都想拿到传国喜 拿到传国喜 证明你这个皇帝 就是合法的 就是奉天成运的 这传国喜一直到宋代 以后丢了 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 没有传国喜 非常遗憾 他遗憾的很长时间 所以这是第三个 秦皇也具备了 第四个就是风扇 什么叫风扇呢 在泰山顶上修一个坛 祭天 这叫风 在梁府山底下 祭地 这叫扇 泰山给梁府是两座山 梁府山就在泰山脚下 就在泰山附近 风扇扇 是一前一后同时举行 合起来叫风扇 秦始皇是在28年 也就是公元前219年 专门登了一丝泰山 举行了风扇大典 这个风扇大典 它不是一般的 这个一个祭天仪式 风扇大典是一个 具有宗教性质的 一个祭天地的仪式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祭的 你要是做个平民百姓 你敢到太太上上祭天 肯定的把你杀了 因为那就意味了你想夺位 只有什么样的人 可以去祭天呢 古代举行风扇的 只有两种 第一种人 异性而旺 改了性 自己当了皇帝的人 可以去祭泰山 举行风扇 再一个支离天下 太平的人可以举行风扇 除了这两种皇帝以外 其他人不能 所以我们知道 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风扇大典 其实这个风扇 它是一个仪式 秦始皇就是要通过这个仪式 来证明自己是奉天成运的合法皇帝 什么福瑞 德运 风扇 这些东西一块来搞 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就是我夺了人家的权利 夺了人家周朝天子的这个 是合法的 这个很重要 它为什么重要呢 第一 证明我这个皇帝 不是偷人家的 把人家的东西偷过来 我来当皇帝了 我是奉天成运的皇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其他的人你别跟我学 你们要学着我 从我手里 把那个东西带夺走 不合法 你们不是奉天成运的 只有我一个人 朕是奉天成运的 所以他这个德运说 这个德运说是个双刃剑 德运说既能够论证 新王朝的合法 他又能为下一个王朝 代替这个新王朝 做理论上的论证 秦皇当然不愿意论证 刘邦能够取代他 他当然不愿意论证这个了 所以他只愿意论证 我这个王朝是合法的 当然刘邦当了皇帝以后 刘邦就要竭力 要论证 他也是合法的 是奉天成运的 所以这个皇帝继位以后 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是巩固江山 打江山不容易 做江山更不容易 所以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 就是从论论上 证明自己合法 便于自己控制天下 统治天下 实际上 他是从思想舆论上 来完成 对天下统一 你光有思想上的统一不行 你怎么能够从组织上 保证你天下的统一 秦志皇也想了办法 这个办法 就是公元前221年 当秦志皇 刚刚灭完六国以后 丞相王婉 就给他提了个建议 说我们灭了六国 这六国中间 有三个国家 立秦国太远 一个是燕国 一个是齐国 还有一个楚国 这三国原来 立秦国就很远 这三国我们现在不好控制 我建议 在这三个国家 封你的儿子做诸侯王 用他们去控制这些国家 秦志皇听说以后 就把这个事交给大臣们去议论 然后在朝堂上议论的时候 大臣们的意见是一边倒 绝大多数大臣都赞成王婉的说法 一定要分皇子为诸侯王 镇住这三个边缘的诸侯国 只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是谁呢 李斯 李斯反对 李斯这时候的职务是廷尉 廷尉是主管司法的官 李斯反对 李斯说不能分 为什么不能封这个诸侯国呢 他说有一个道理 他说你刚开始分的时候 你是封你的儿子 儿子跟儿子之间的血缘关系非常近 手足之情 他很近 他不会闹分裂 但是儿子传孙子 孙子再往下传 越传越远 将来传个几代以后 那几代以后 那些诸侯王的血缘关系就远了 因为血缘关系近你来分 因为血缘关系远 他们互相之间就要争土地争权利 这就是周天子最后闹的春秋战国 闹的不可收拾的原因 如果我们今天封了 我们还会走周天子的老路 所以不能封 天下只能实现郡献制 秦皇听完以后 采纳了李斯的意见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三十六是六的六倍 三十六郡 刚开始封的是三十六郡 这样郡献制就产生了 郡献制是怎么来的呢 最早的郡是晋国产生的 在战国册中间 曾经记载过一段话 这样讲 说克敌者 上大夫受县 下大夫受郡 这句话的意思说 打败敌人以后 上大夫要分给他一个县 下大夫分给他一个郡 从这个话你可以看出来 早期的郡比县低 县高 郡低 到了战国时期 县作为一级行政组织 实际上比郡要低 战国七雄都在边疆的重镇 设立了郡 而在郡下再来设置县 这我们讲过很多这种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古宫之臣 讲秦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的时候 讲过秦武王史上一个甘茂 甘茂打下来 一阳建立了什么郡呢 三川郡 将吕不韦打下来浦阳这一块以后 建立了什么郡呢 东郡 就是战国时期 七国都有郡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 就把一些小的义合并成县 但是真正在全国实行郡县 是从秦始皇开始 这个郡县制 它是从组织上保证秦始皇的绝对权利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郡县制一设立以后 郡的太守 县的县令县长 是由皇帝亲自任命 而且他不能够施洗 这样就保证了皇权的绝对的权威 所谓郡县制 是从组织上来保证了皇帝制度的实行 所以郡县制给皇帝制 是密切配合的一种制度 在中央政府怎么办呢 中央政府秦始皇实行三公九卿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这是三公 下面还有九个主要的大臣叫九卿 地方上的郡县 中央的三公九卿 这是从组织上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 但是秦始皇巩固统一 可不仅仅是限于我们讲这一点 秦始皇还在文化 经济 军事各个方面 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巩固秦朝的统一 那么秦朝还采取了哪些办法来巩固他的统一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秦始皇 秦始皇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文化上采取统一文字 在经济上采取统一度量衡的政策 而史书记载秦始皇是采用小传统一文字的 但秦朝流传下来的文字更多的却是秦历 这是为什么 是史书的记载记错了吗 还是另有原因呢 秦始皇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的做法 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坚持关注王力群独史记秦始皇之统一制度